去調查沙中線有關紅磡站 鋼筋造假工程的問題 我希望做一點回應 第一 政府說這次的獨立調查會 會集中在紅磡站的相關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極之不足的 因為剛剛也揭發 在土瓜環站有懷疑鋼筋工程 是被削搏去造假的問題 究竟港鐵在整個沙中線監管的質素和能力 是備受質疑的 在這麼嚴重的一而再發生的造假的情況下 我覺得政府是不應該滑地圍牢 將獨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僅僅限於紅磡站相關鋼筋工程造假的問題上 它一定是要整體看回沙中線 究竟在港鐵的監管底下 是不是有其他的工程質量的問題 以及監管制度的問題 第二方面 政府到現在都未回應我早前的建議 就是要邀請海外的關於鐵路工程的專家 加入委員會 因為在香港 其實絕大部分的 涉及鐵路工程的專業人士 和港鐵的關係都是極之密切的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的承辦商或者分判商 或者是之前和港鐵有很大合作的人士 所以我認為在一個這麼複雜的工程 和工程造假項目上面 由法官領導之餘 也都需要有海外的國際專家 加入有關的委員會 提供專業的意見 和確保調查有獨立性和公信力 我亦都希望 接下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單止要找出事實的真相 究竟我們有幾多部分的工程被造假 和嚴重性是怎樣 和補救措施應該怎樣做 更加要整體看回 這麼多個公司、機構和政府部門 它各自的監管責任 尤其是港鐵 它負責沙中線代表政府 做項目的管理人 究竟它有沒有做好自己的監管角色 港鐵在鋼筋工程事發之後 一再強調自己一直非常嚴格 監督每一個施工工序 確保這些工序符合法例和合約的要求 但是很遺憾 一再被發現一些非常嚴重 大規模的工程質量的問題 是造假的醜聞 所以港鐵的管理層 究竟是不是有心、有能力做好監管的工作呢 這個是接下來專責調查委員會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我們希望可以吸取這次 這麼慘痛的經驗和教訓 避免日後再發生類似的嚴重的醜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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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R是唯一的唯一 船船公司 而最多的工資 在香港 是關於MTR的工資 所以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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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勢項目 請問一下 如果不調查 蘋果華監包吻 和蘋果華監盟會失焦 這會是專注於清潔的檢案 因為隨時還有其他工程感,如果其他包含力就被影響了,那你為什麼認為這個範圍應該是廣點? 特首就說,集中是去研究紅磡站的問題,這個是失焦,還是不對焦呢? 因為紅磡站只是現在揭露出來港鐵監管工程底下醜聞的其中一樣,還有其他的包括土瓜環站, 如果接下來還有其他的工程項目被發現造假的,難道政府就說我只看紅磡站就夠了? 其他那些我不看了,不要問了,不要研究了,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現在關心的不單單是紅磡站那個鋼筋被剪短的問題, 我們是擔心港鐵是否有足夠的能力、經驗、人手去監管整個沙中線的建造,這些工程的質量究竟是怎樣的? 一再被揭發工程質量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特首怎可以只是說我接下來只是看紅磡站的問題呢? 其他的那些難道就不是問題嗎? 其他的問題難道公眾就是不需要關注,不需要擔心的嗎? 所以我覺得有關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 你覺得在調查的過程裡面應不應該先停工? 我覺得停工就不是有一個必要性,除非有專業人士提供一個意見, 就說不停工是會影響整個工程的質量,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沙中線已經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包括是有些古蹟被發現, 或者是在灣仔對出的海藏, 發現有些鐵管阻礙了工程進度相當久了, 工程是應該要繼續做下去的, 但是一定要確保工程質量的前提底下才施工, 就不是說我急就將怎樣都好, 但如果沒有表面上完成工作, 其實裡面的鋼根就被剪短, 或者鋼架就被削了一半, 這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質疏忽者說要對劉沙中線是一次性的工作? 質疏忽者說要對劉沙中線料移動, 是在我們身為責任的工作室會發生什麼pat wall… 質疏忽者說了… 立刻在記憶片裡可能會發生了一半, 質疏忽者說嗎… 這位主導人 Pretty Live Jim … 質疏忽者說是在 Jahang sellers 一般發生的登録問題? 本個人的事件已是從頭序的位置 請坐在這位置臺灣 關於特首遺族的安全條件 它是一個非常大提升的 我認為它是關於政府 不僅定究竟佩合 flirting 不僅僅僅貴混合作 這些關於特首遺族的安全條件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are you sceptical about how independent or impartial the panel is right now oh I have no evidence to challenge the imparti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committee but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appoint a overseas expert to ensure the independence and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mmittee because MTR is the only railway company of Hong Kong and the professional of Hong Kong'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TR business therefore I do think that an overseas expert can help enhance it can help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ommittee 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 timely response have made sorry 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 timely response a timely okay timely response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r. Feng Cheng on the first day back up the MTR support their decision saying that the MTR is very responsible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try to water down the series of the scandal and right now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cide to set up a committee but I'm very disappointed that and cannot understand the rationale of the government to refuse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Tokyo one station scandal I think Mrs. Carrie Lam failed to perform the duty of the government to oversee the performance of MTR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